长寿镇凤林 今年特别营造了凤林溪高滩地的花海 成功吸引许多民众造访 30号的上午凤容地区农会举办了剑走活动 借此行销在地有机农产品 凤容地区农会礼监事和代表会主席 真公所秘书也都到场来参与 希望以凤林的客家文化在地美景 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 促进在地的观光效益 幸福花海伴神凤林 Go 一大早来自花莲各地的民众 齐聚在凤林溪 漫步在这一条由凤林镇公所 营造的高滩地花海旁 许多民众也都惊叹风景的美丽 开心吗 开心 风景不错 加油 风景漂亮吗 漂亮 凤容地区农会所举办的剑走活动 包括了凤农地区农会 底监事代表会主席 正公所秘书等民意代表 也都到场参与剑走活动 并且希望明年度能够持续办理高滩地的花海造景 来吸引游客到访凤林镇 为了营造凤林 多费尽心思 因为想说凤林是漫城 可以打造一个优美 很优雅 很甜静的生活环境 让我们活在这里的基民 都能够慢慢地活 活出美丽的人生 好不好 今天在一个丰和日历的时间 还可以举办一个全民的剑走 在我们凤林市镇南图里面 荣卫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一刻 站得一起之地 这也要感谢我们凤林镇 所有担任公子的人员 都能共同为凤林这块金字招牌 大家来共同努力 想要说在过年前 然后营造一个新的凤林的景点 让大家在过年走春 郊游踏青的时候 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可以去 我们这次花海跟全国 其他地方不一样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一样 我们利用的是哪里 丹桂坡地 那个河床的高滩地 因为原本的高滩地 里面应该都是杂草重生 然后没有人会去亲近它 所以我们这次 把两公里的高滩地 大概差不多四公顷 四公顷的土地 我们把它全部种满的花 真的要感谢我们凤林真公所 还有代表会 还有我们农会 说真的凤林大小事 都是我们三个部会的事情 尤其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好的人文 没有人来营造起来 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农会坚持一个理念 我们把事情做好 把这个福田种好 让我们所有乡亲 能透由我们任何的活动 来行销我们凤鸣 在暖身运动之后 徒步见走两公里的河岸步道 映入眼帘的四公顷 波斯局花海 吸引民众的目光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酒盒局所做的观景台年久失修已被拆除 目前也只能以纽泽西忽然保护 镇长萧文龙也呼吁酒盒局 能够尽数地维护管理 才能够给民众有一条安全的舰走步道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